曾明昌明政府上任以来 致力推动公共服务改革 来到执政两周年 政府正式宣布 马来西亚公共服务决心 吉隆坡宣言 更预告了一系列的改革计划 除了即将在明年推出公共服务承诺 也会强化机构改革特工队 放眼简化体系内的繁文入节和程序 杜绝贪污 一连三天在吉隆坡会展中心举行的 昌明政府执政二周年庆典 正式推出马来西亚公共服务决心 吉隆坡宣言 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山苏阿兹里 在大会上致辞时表示 这份宣言体现了所有公务员上下一心 力挺公共服务改革议程的承诺 昌明政府二周年庆典 以昌明为本与民同在为主题 山苏表示 政府将在明年通过推出公共服务承诺 推动更全面的改革 放眼强化透明的结构和治理 确保提供以民为本的公共服务 减少繁文入节 从而防范贪腐 为了实现改革议程 机构改革特工队的角色将获得强化 也会推进繁文入节改革通令和规则测试通令等举措的落实 以加速服务传递的流程 从而让办理政府事务变得更加便捷 高效和精准 山苏也趁机赞扬首相拿多斯里安华 表明在安华的领导下 他有信心 我国能成为一个先进和包容的国家 并在国际舞台上备受敬重 山苏表示 昨天起开跑的昌明政府二周年庆典 方也为人民和企业提供一个直接服务的平台 并了解政府推动公共服务改革的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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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订阅 练乱 邀请 giv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